說到美,當然要跟美女Yammy聊幾句 Yammy,其實你覺得怎樣才叫美? 怎樣才算是一個美女呢? 我覺得美的東西,我比較喜歡一些自然的東西 我喜歡的女生就不需要太經過黑衣的打扮 特別是人工化那些東西 很自然,都給人一種很舒服、美的感覺就最好了 其實說到美女,都有分外在美和內在美 那你自己來說,你覺得哪一種比較重要? 如果我選擇朋友、認識朋友當然是內在美比較重要 但是如果是用來看的或是用來選美的 當然是內在美比較重要 Yammy,很多人說你很美女 那你自己覺得自己最美的在哪裡? 沒什麼,或者是眼睛 那沒有了?不止了吧? 沒有了,真的沒有了 那你自己從小到大呢? 或者你覺得自己哪一個時期是最美的? 我覺得我最美的時候就是身體健康睡眠 重重心情愉快,這是最好的 那你覺得現在自己這個年紀是否最美呢? 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 還是你覺得自己寶寶的時候漂亮一點? 讀書的時候漂亮一點? 寶寶,我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樣子 說回女神的入行經過非常簡單 中學畢業就考83年第十二期藝分班 這麼美女當然一滴過pass 而同期學員還有影帝影后級人馬 包括劉嘉玲、吳君如、劉青雲等等 畢業之後 她在430穿梭機做主持 還跟星爺做拍檔 臨到快要揭曉 最受歡迎歌曲選舉的時候 你們就搞這些東西出來 真是被你們氣死 或者他們很快回來 希望 據我所知 入了時間空間這件事 危險性挺大的 會怎樣? 有可能回不了現實環境 你說吧… 師姐… 師姐… 師姐,這麼多位,你好 今天這麼人齊 我先做事 師姐,歐艷蓮 歐艷蓮 我問你歐艷蓮 在哪兒? 其實她剛才跟我 去過以前的時間空間那裡 或者她覺得好玩 不捨得回來 不用這麼緊張 沒事的 是吧… 是吧… 那她懂不懂得回來? 那我問你怎麼辦? 我問你怎麼辦? 那我現在再去找她回來 說也沒那麼容易 再見 不行,聖仔 你說吧… 現在歐艷蓮不能回來 就是說她已經出了問題 如果你又去了 你又不能回來 又出了問題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不會吧… 我聖仔 你又怎麼樣? 難道你敢擔保 你自己百分之一百回來了嗎? 其實這個世界 沒有東西是百分之一百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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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特別的 一來個人大了 二來社會經驗 代人處事那些東西 成熟了一些 還有對著一群人都熟了 變成了就夠膽去跟人溝通 很多東西都夠膽表達出來 以前就很多東西都不夠膽說 譬如不舒服、辛苦 完全都不懂得開聲 不斷懂得死頂死硬 人家看到你經常敲敲 你就很自圍你沒心機做事 但其實就不是的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很重要 現在拍攝的監製 像珍姐一樣 我覺得她很懂得體諒人 可能知道粉絲餓了太久 藍杰英重返TVB 默默拍《舞停手》 一次過推出多套劇集 好像《還我本色》、《花月佳琦》 和《藝衡姐妹花》等等 我叫你不跟我一起去嗎?